是夏宇彤 那時候才剛開始發片而已 他那時候才剛出道 所以當時拍到他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非常非常意外 所以當時這件事情在曝光的時候 雙方都說只是一個好朋友而已 那最後黃子嬌是稍微的有認這個戀情 下一個衛報彈會是誰? 下一個衛報彈其實 其實我資料庫真的蠻多人的 那他們會不會直接承認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是一個搭檔 這一隊搭檔都是主持人 重點是兩個都拍過電影 拍過電影 對 然後用的招數是 我們家電視很大來我們家看電視 對 當然就是他從就是電視台裡面的 固定嘉賓到鄰居都有過 我們是說性騷擾 黃子嬌點了這麼多人之後 其實他點到了一個人蠻有意思的 他說夏宇彤 他說你明明有跟我在一起 你為什麼不認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認呢 他到底有沒有跟人家在一起 夏宇彤到今天還是沒有認 他沒有認但是我們就確實拍到了 剛好就是我拍到的 在2008年的8月的時候 我們就拍到了就是 黃子嬌從東區取完車以後 就到了那時候還有進化城 去逛了燦坤買一些GPS的用具 結果我們在想說他是要自己自用 結果不是 他一直挑選的這個禮物之後呢 到了晚上到了民生社區 就有一個女孩 我們那個時候根本不知道 誰是夏宇彤 根本不知道 就這個女孩就自己上車了 上車到副駕駛之後 到他們家不到100公尺路邊的樹下 就停妥了將近搭了半個小時 這半個小時呢 我們依稀就看到了人影在車上的晃動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小狗我先打個岔我想問一下 你拍過的照片 那個資料庫你要存好幾十年 對 因為可能是20年後 突然要搬出20年前的往事 對 其實剛剛就是像是美學律所想的說 他們那段時間是因為我 那個時候還沒狗載對 要不然小孩子跟黃子嬌應該資料庫 會滿滿滿的 所以我們就能接觸到黃子嬌的鏈子 好厲害 那幾十年前照片都還在 對 當時這個照片我們就拍到這張畫面 就是說你看這個主駕駛是誰 主駕駛是黃子嬌 你們有沒有看到很清楚的椅背 這個是需要天地人核實的 後面剛剛有一台車打了遠燈 就透過去看到他那車子背後的椅背 人頭空了 那人頭空了主駕駛人跑那去了 在這兒 人頭過去了 女孩子是誰就是夏宇童 當時坐在副駕子上 所以當時我們依稀看到這樣畫面的時候 認為兩個人在車上是有曖昧的動作 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辦法確認說 這個女孩子是誰 一直到他們約完會 三十分鐘後 他把車一樣開回民生社區的時候 我們狗仔隊直接衝下去 幹嘛 直接閃了這個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一閃下去發現 是夏宇童 那時候才剛開始發片而已 他那時候應該剛觸到 所以當時拍到他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非常非常意外 所以當時這件事情在曝光的時候 雙方都說只是一個好朋友而已 那最後黃子嬌是 稍微的有認這個戀情 下一個衛報彈會是誰 下一個衛報彈呢 其實 其實我資料庫真的滿多人的 那他們會不會繼續承認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搞不好照片先準備好啊 隨時可能要翻出來啊 照片是一定都準備好的啦 那個調技術其實很快的 但這些人其實過往都其實就是有一些 我跟大家宣導一下有一些共鳴 就是說當男藝人或是有男明星 或是有明星想要帶你回家 看電影說他家電視很大 那就有問題了 還有就是換衣服試鏡這些東西 往往都是這些招數 所以我們聽到的東西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那尤其是久後以後 要跟一些男藝人 就是想要進圈子的人 所以你說了半天還是不能說名字對不對 不能說名字 但是我們能講的是說 就是他們是一個搭檔 一對搭檔 這一對搭檔都是主持人 重點是兩個都拍過電影 拍過電影 對 然後用的招數是 我們家電視很大來我們家看電視 對 當然就是他從電視台裡面的固定嘉賓 到鄰居都有過 我們是說性騷擾